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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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友 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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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現在聲音可不可以 現在是我們早上大概8點半 終於有時間可以再拍一支影片 然後呢因為我最近買了很多新的東西 然後一直沒有機會拍影片 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终于也累积了一大堆 所以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我会用一些我最近新买 然后很喜欢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喜欢化的妆容 然后今天这个妆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今天不用粉底 就是一般的粉底液 但是我会用一个 就是我回台湾的时候买的一个 叫做素颜霜的东西 当做提亮肤色 跟均匀肤色的一个 一个替代方案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就是我在去城市买的 那个素颜霜 它是白色的 就像乳液一样 上完这个之后就是整个肤色就会比较提亮 然后也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再来呢 我要用的是也是个开架 就是莱雅开架的这个 有点类似明彩笔的东西 我买的是一个中肤色跟一个浅肤色 我发现就最近晒有点黑 所以不是不是最近有晒黑一点 所以中肤色呢会刚刚好 那浅肤色就是拿来用 就是当成体量的产品 哦 挤太多了 它是像一个刷头 然后你可以转转转 然后它就会挤出来 用在眼下的这个部位 我需要就是比较均匀肤色的一些地方 然后我也没有用特别的工具 上妆就是只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就是又很方便 如果是短程的小旅行啊 或是什么的话 其实你就带一只就可以了 就够了 不用带一大罐的粉底液 然后唇皱稍微上一点 好了 这样子就是代替我的粉底 然后些小的这种红红的地方 我就用遮瑕膏 用一杂的这一盒 不知道为什么眼皮上面竟然长了一颗痘痘 这很奇妙的位置 还有这里也有一个痘痘 已经削了 但是它有点红红的 底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底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现在稍微的 最近眉毛我又爱用回 就是紫春袖的这个硬笔型的 然后今天我想要就是画很自然的一个妆 因为我的底妆也很轻薄 所以我想要让它有一点类似裸妆的感觉 所以眉毛的部分我也 就是以最少的加工 就是不太去改变它的形状 就是依照我原本的眉型去稍微的加强 把没有眉毛的地方稍微补上这样子 所以画的时候我尽量都是顺着我的毛流 眉毛的方向 它生长的方向 然后把它颜色补上 用这种眉液画出来比较有一个一个的感觉 所以我会再用这个补一点 就有一根一根的感觉 然后再来呢就是眼妆的部分 然后眼妆的部分啊 我这次回台湾就是二月回台湾的时候 就是在3买了它的这个限量组合 然后我非常喜欢 就是他们家的东西 尤其是它的眼蜜 我觉得它眼蜜的质地很很棒 然后推出来的效果也很好看 然后呢这个组合里面呢就是有三只 一只眼蜜一只夹彩跟一只唇蜜 这样子我买的是这一组 这是眼蜜夹彩跟唇蜜 然后呢它这个眼蜜啊 上起来真的就是很很裸色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 好现在要上给大家看 很水 你推开之后比超淡 所以你可以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浓度 你就可以加 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画很淡妆的时候 我就是只用这个眼蜜 就不用眼影了 就是让眼睛有淡淡的光泽跟一点点裸色的感觉 因为今天有打光所以要稍微上多一点 不然在光线下的效果就看不太出来 我再来做眼睛的轮廓 那个是Cane Make 不是Cane Make 的这一盒 那个是这个Caine Coffee 然後呢 就是眼影的話我最近買了一盒 就是這個Vicenar的Theory Palette 然後我買的是暖色系的 暖色系的這一盤 然後我跟著這盒子 然後我先把它切成這樣 所以我先把它切成這樣 就對了 好 叶线 最深的颜色叠在面线的上面 最深的颜色 眼影跟眼线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要夹睫毛 这一支睫毛夹是我在美国买到 我觉得很好用的 Tweezerman的 我觉得它可能铁片的弧度做得很好 所以它夹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把睫毛夹得很翘 然后也不太容易夹到柔 是这个 也是一个Sephora的 用点舒缓的 试试看这一支 它的刷头是这样子 好像前后比较大中间比较细 这支效果也很好 纤长的效果蛮好的 就是睫毛就很明显有变长 那我来试试看刷下睫毛 因为它刷头有点大 我觉得刷下睫毛可能有点难 而且我的下睫毛很少 看得到吗 刷下睫毛不是很好刷 因为它刷头太大直 Kate的 这支纤长的效果也非常好 刷了两支睫毛之后 终于看到我的下睫毛 好 这样眼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用腮红 就是最近很喜欢的NARS这一盘 它有六个颜色 那我今天呢 想要用大红的试试看 因为它是雾面的 所以要比较亲手 就是轻轻的上不然会 颜色会很重 就是我沾了之后 会亲在手背上面弹一弹 有血色的感觉 有血色的感觉 然后呢 我会再叠一点点中间上面这个 这个是有 一点光泽感的 在这个部位 腮红就画好了 唇的部分呢 最近这个很红然后很好用 它是MAKE UP FIVERTURE的一个唇部的搭底 因为像我是唇纹很明显 所以用这个的话会让唇纹比较不明显 然后上起唇彩的话 就是会觉得比较均匀 然后比较平滑 对 我还想要介绍一个这个 就是呢 这个 看看 美国现在很流行这种 有一点就是什么霓虹光吗 就是叫做像是独角兽颜色的这种 产品 然后呢 这一盒它总共有四个颜色 这个一个是偏绿光 一个蓝光 一个紫光 跟一个粉红光 我先试色在手上给大家看 蓝绿紫 粉红 这个有点蓝紫蓝紫的 这有点天空蓝的 这样子 就是很流行这种产品 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叠在眼影上面 或者是做打亮 变成它的打亮就是一种 就是有这种偏光的这种打亮的效果 或者是就是任何你想要调色也好 或者是让它有一种偏光的效果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产品叠在你原本颜色上 或者是直接擦在皮肤上 那今天我想要就是用那个粉红色的 那个颜色 然后叠在我的就是 打亮 就是颧骨打亮的这个地方 这边比较明显 因为是灯光照下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有一种霓虹 霓虹光的效果 唇的部分今天很简单 我想要就直接用3的这一支唇蜜 就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妆 没有粉底的一个淡妆 希望大家喜欢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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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